苹果之星空姐7100K当女兵王婷芝6会计上线 26岁的新航空姐王婷芝和24岁的凯沃名模郑亚换上军装 在TVBS女兵日记分事金秀明和赵雅之王婷芝剪了平头后英气逼人 还有六块鸡店翻不少女生 但她满久了竟连穿裙子都迟疑 郑亚是凯沃梦幻之星第六届艺能组冠军 天生好歌喉的她当初竟是因为妈妈爱看陈婷妮主演的真爱找麻烦 才被逼去报名当兵派操场处于好儿状态 身高170公分的她体重一度飙到57公斤 靠经纪人严令控制才瘦下来恢复到50公斤 王婷芝当初进组前就先剪了短发进组后伙伴们交换一个 隔天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看着她觉得怎么差这么多 原来她本是一头长发的温柔小女人 从原制大学毕业后 王婷芝曾到新加坡航空担任空姐 月薪10万块 但二年后为了完成游学美国的梦想 去年8月辞职 她说我也怕安逸下去 会不会就嫁给空少货机长 飞一辈子 当空姐有光鲜两立一面 但承受的压力和苦楚也不少 王婷之语过被客人止住鼻子说 你帮我拿行李 主管也曾当所有客人前凶她 她只好跑去厕所偷哭 幸好碰上温暖的客人送上用卫生指折的爱心 此外公司规定每15分钟要出去巡视客人 她飞的又是国际线 有时几乎站到脚软 敲碗想看新航空姐照 但王婷值抄手规矩 虽然早已离职 但公司规定穿制服不能公开拍照 她连一张都没法提供 十分可惜 郑亚是北义大美术系毕业 之所以报考凯沃梦幻执行第六届比赛 是为了实现妈妈梦想 她说妈妈眼里闪住希望 很难拒绝 郑亚的歌喉出色 以前就曾在POP助唱过 到凯沃比赛十次弹字唱 轻松夺下一能组冠军 但当了模特儿 却在接下女兵日记 后报引爆时 体重飙到57公斤 郑亚说真的好饿好饿 要一直吃才有力气 经纪人要她每天都拍吃的食物 检查有没有乱吃 最后让她在一个月内 瘦回50公斤 演了女兵日记之后 究竟带了什么收获 平时有点傻大姐 感觉的郑亚说 以前在台北当模特儿 公司给通告 结束后就回家 有点像机器人 到屏东拍 女兵 不管当下发生什么 都要随基因变 变得比较独立 王亭之和郑亚因戏结为好友 一度被网友凑对为女女离搏 巧的是二人都各自谈过 二次感情 都有远距离恋爱经验 尤其是郑亚交过日本男友 结果三年内才见识四面 最后分手收场 目前单身的王亭之觉得 剪了短法后 桃花变少了 但交了很多朋友 女兵日记 拍了好几个月 女兵彼此建立深厚感情 向小贤离完婚回屏东 正亚一见他就喊 小贤子第二春 小贤也会说 如果有第二春 一定会特别留意 捉给女兵们 王亭之也问 如果结婚 你们愿意来吗 那我就留一桌